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老五和他的朋友们我是老五今天这期啊跟大家聊一聊相信中国经济已完的人是弱智这个话不是我讲的这个话是澳大利亚前总理陆克文所讲而且是在达沃斯经济论坛上的发言今天我会就着陆克文的这个发言跟大家聊一聊中国的经济是否已完而且今天还会使用中国美国的角度 跟大家看一看中国的经济到底完了没有啊而且今天还得跟大家聊一聊啊这个新闻它其实是一个关联于心理状态是否健康的啊一个新闻为什么一个经济类的新闻中国经济类的新闻跟心理健康它又有关系了呢大家听我慢慢来聊啊 首先啊跟大家聊一下陆克文到底讲的是哪些内容啊咱们再聊一聊中国美国对比再聊一聊跟心理状态上的一个关系啊陆克文讲的东西啊其实在我看起来也没有能不能重要因为他也没有刻意的去解释中国的经济有多好他也没有刻意的去反驳因为也确实没有办法反驳 陆克文只是做了一个态度上的展示讲的就是相信中国经济以完的人是若智对不对这就是一个非常直接的一个态度上的一个展示啊陆克文的原话其实跟我跟大家转述的这个东西啊没有多大的一个区别啊然后的话啊毕竟嘛陆克文啊场面人对政客而且在公开的场合讲话他肯定要十分注意啊陆克文称中国经济以成长制巅峰的说法在理智和分析上都有缺陷对不对 这个话讲的非常的一个文雅呀理智和理智有缺陷那不就弱智吗对不对分析上有缺陷那不是缺心眼吗缺根弦对不对所以说的我跟大家引述的这个话啊也是啊很符合啊陆克文所讲啊陆克文啊里边讲的一些理由和观点我就不跟大家引述了今天要聊一聊心理状态的问题为什么要聊心理状态的一些问题啊因为大家也都知道最近啊海外的媒体啊 国际的这些媒体疯狂的做中国的经济啊以完中国的经济已经到顶啊这样的一种新闻那个啊那个场面呢那只那叫一个壮丽啊中国这也不行那也不好比如说中国的这个GDP啊5.2这个2023年的这个GDP增长5.2这啊这不行了这出了大问题了你低于我的预期问题是中国政府在2023年初的时候制定的目标是5%的增长啊对不对结果呢2023年 一年完成了5.2还有超出预期好吗可是呢人家就说你不及我的预期确实啊这个很有些啊海外的一些机构金融机构给中国啊划下的目标是什么5.35.5啊大概是这样的一种状态但是的话你只到了5.2那就完了你中国经济要完对不对这是一个理由这个理由就很弱智为什么很弱智我相信各位也了解你放眼全球你放眼全世界 主要的经济体谁有中国这能力啊而且之前跟大家讲了中国也没玩量化量化宽松没有疯狂的印货币啊只有疯狂的印货币啊那简直就是促进GDP发展的一个好工具啊我印了一大堆钱我政府手里掌握了一大堆钱然后再交给地方政府大家来投资来点基础的建设对不对盖点楼啊给修点路总而言之哪怕这条路没人走你也把它修上修上对GDP 起来了钱花出去了呀对不对啊中国玩这个了吗没有啊中国靠的是什么增长5.2%还低于预期他根本就不跟你分析中国政府玩的东西他跟你讲的就是一个数字而且还俩眼一闭他也不管中国政府制定的目标是5%总而言之你就是低于预期了这就是现在海外媒体玩的呀根本就不管中国政府靠什么增长起来的靠的什么产业升级转型啊 中国在新能源领域上的优势啊汽车制造业的大发展呢跟你不讲这些不讲中国的工业能力的提升也不讲中国啊在高新一些科技行业的一个发展根本提的不代替的为什么不提啊没良心吗简单来说就是没良心吗而且还提到什么啊中国啊现在这个这个股市啊出了大问题2800点那2800点保卫战不得了了中国的 股市出问题了可能有些同学真的是愿意相信这些对不对啊你低于预期了你才5.2%你这个数据发展太低了啊发展太慢了他死活就看不见美国加息加成现在这一副鸟样结果美国的GDP才多少本身三点多吧对欧洲那边更不要提你可能死活就不提这些然后的话就跟你讲中国不提预期 有些人愿意相信而且现在海外那边辅助了很多呀包含2800点的问题就连中国人口降低这也变成问题了对不对你啊失去了人口的红利我相信大家对这种论述啊都很熟悉啊2800点这个问题包含啊这个人口总数这个降低简单来跟大家讲啊2800点是为什么呀你美国加息就奔着割韭菜去的 这防止你美国割韭菜我也不能让我的股市涨起来而且刚才跟大家讲了中国政府在干嘛在发展在发展制造业工业高新科技业中国在发展这些呀然后的话啊如果说股市大涨之前就跟大家讲了吗那投资还会来到啊什么工业制造业高新科技业吗根本都不会为什么呢你股市涨起来了那赚钱容易啊你投资一家工厂投资工业那厂房那 这重资产呢设备重资产人员重资产而且头两年你都不想赚钱对不对你等到几年之后你再来收益你哪有在股市赚钱容易啊一天拉一个涨停百分之十两天百分之二十那时间长了还得付利算对不对但这赚钱多容易啊所以说呢想要发展自己的这个工业制造业以及高新科技行业的话股市必然不能大涨没人提 提的是什么呢你两两千八百点完了而且死活就看不见美国那边拿着个镰刀等着呢你股市涨起来马上给你把这成这成韭菜割了呀大家可以观察一下在中国的周边啊在中国大陆的周边哪个地方啊他股市大涨啊日本算一个台湾也算一个呀可是日本跟台湾有什么新的经济的增长点 能够促进这个股市大涨找一个出来看一看哪个经济的增长点能够让啊这个股市能涨成今天这个样子比如说日本的股市 最近几年的新高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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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曲线呢都是这样的一种状态五年六年我看了一个五年的数据这个曲线基本上是这样涨起来的 日本凭什么呢比如说啊日本的这个汽车制造业啊这个是世界的大龙头又重新占据了市场那也行那日本的股市长成这样我相信日本做到了吗现在日本是汽车出口第二位对中国第一位啊那日本还在哪个行业能够有这样的一个曲线你都找不出来高新科技行业有吗没有啊对不对然后的话还有哪些东西啊是日本啊完全占据了这个市场经济根本都不担心的没有啊日本的进出口 日本的出口的逆差一两年了那日本的股市怎么就长成这样呢一个国家靠着出口养活自己的国家啊这个这个逆差一两年你告诉我谁能告诉我股市怎么就长成这样呢对不对为什么长成这样因为旁边有人等着割韭菜啊你股市不长我拿什么割韭菜啊对钱赶紧进股市其他的行业反正也不好做对不对钱都进股市股市咔咔涨然后的话那个那个啊旁边拿着 镰刀那个口水哗哗流然后等着啊总得有一天我这把镰刀下去我得咔咔哥呀对不对台湾同样也是如此台湾哪个行业是啊是有大发展台湾最好的所谓最好那个行业芯片制造业对不对现在面对美国的制裁啊怎么样突破了呢就像我之前跟大家讲的大家看起来像是中美在打科技战结果倒霉的是台积电对不对 然后的啊美国我美国跟中国拼了我不能够让别人给你啊华为的芯片啊中国的芯片代工台积电不能代工哎台积电把订单丢了怎么对不对怎么就变成中美的科技战了呢倒霉的为什么总是台积电呢台积电现在这种困境而且台积电对于美国的投资 你看一看张仲谋说的那些话吧去美国投资啊然后成本增长40%然后的话去美国已经花了几百亿的美元了啊全球贸易已死对天天跟你喊这个话台积电去美国的投资都是遇到大问题谁能告诉我台湾的股市凭什么涨成这样台湾的这个出口同样也是这样啊对不对也是啊这个逆差的一个存在啊进口大将出口也逆差股市涨成这个样子 为什么呀你股市不涨对不对谁搁那个搁酒菜搁谁呀这就是现在的一个状态那为什么大陆中国大陆中国的股市2800点为什么那怎么可能让你涨上去凭什么让你涨上去对我好好的我的产业升级转型啊对不对包含刚才跟大家讲了还有比如说啊这个出生人口减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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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叫事吗而且刚经历过疫情啊 尤其是2023年疫情特别严重刚开始那俩月而且人口啊这个数据降低也关联着人口红利学说啊这样的一个一个绑定的一个关系问题是啊西方给中国打造的人口红利基于的是什么廉价劳动力啊中国现在做的是什么又讲回刚才跟大家讲的中国政府在干嘛产业升级转型啊 中国不要廉价劳动力啊不要都跑到工厂去打工啊对跑到生产线上然后一个月赚那几千块钱中国现在不要了要的是什么要的是AI工业AI要的是新能源要的全都是高附加值的这些行业升级转型的意义在这对对然后的话人口红利学说告诉大家啊连这个这个廉价劳动力一定得多啊这个社会才能发展中国不要这个那你给我提什么人口人口 数据降低的这样一个事啊可是没人管的但是的话为什么这种啊新闻这种消息甚嚣甚嚣尘上为什么为什么那么多人相信因为很多的同学愿意相信然后他心中也有那个担心然后的话啊总而言之吧啊事出有因啊总是多多少少有点原因人家说的这个话我们不得不听啊对不对我们中国人也担心中国的经济啊受到影响 所以说别人给大家给中国开了个药方啊我们看一看这个药方能不能治病是不是有这些问题都得看一看这个病例到底有没有这些问题很多同学愿意相信可是很多的东西他不告诉你原因呢很多东西他不给你解释啊他给你造出一种焦虑的一种态势为什么归根结底还不就是啊中美博弈吗中国的经济如果要完了那你美国跟中国谈什么呀上什么 对不对一个大逼都中国打翻在地不就完了吗中国经济都要完了你美国一切都是好的不就行了吗可是问题来了美国到底好不好呢都在给中国啊这个经济开药方啊都在给中国的经济开病例你的病因一病因二病因三没人看美国 对不对其实这个时候就要跟大家聊聊中美对比的一些事了然后的话对于一个国家而言什么东西最重要咱们引用一下啊盐铁论这三个字啊为什么会有盐铁论啊这样的一个讨论中国的一本古书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本著作出现对不对不就是因为盐和铁非常重要吗咱们不讲书里边的内容啊 我今天就跟大家讲这个书的名字就是盐和铁非常重要为什么叫盐和铁啊非常重要呢盐是什么盐是商品铁是什么铁是钱 大家把这个东西看清楚不对这就是盐铁论的一个根本盐是生活必须品每一个人都要买的商品铁是什么呢铁代表着钱 对不对然后的话谁掌握盐和铁谁就掌握了这个权利啊 然后咱们对比美国美国的盐和铁是什么美国的盐和铁是什么美国的盐和铁是什么美国的盐啊现在能够拿在美国手上的啊比如说啊像芯片行业啊美国还能够占据一点 而在优势比如说美国的这个汽车制造业那也是美国的盐对不对总而言之吧美国啊还有一些盐拿在手上美国的铁是什么美元吗对不对美元霸权吗可是美国现在的美国然后到底出了什么问题 美国的盐和铁都出了问题啊咱们先讲一讲美国的盐啊出了哪些问题美国的汽车制造业现在汽车制造业来到了一个升级换代的时候对不对新能源汽车啊 马上就要铺开然后总而言之美国的新能源汽车啊到底怎么样呢有些同学举手说了特斯拉哎特斯拉很好是很好但是特斯拉大量生产自啊这个中国的上海厂而且特斯拉还要在上海那边多做一个厂啊 而且啊特斯拉啊可能有些同学会说了特斯拉在德国在美国也有厂有对不对但是特斯拉没有核心科技啊电池来源的都是宁德时代比亚迪啊对不对特斯拉有什么自己的电池啊制造的一个能力吗 这就是特斯拉的一个问题啊那美国还有比如说啊通用啊福特啊也有一些新能源汽车的一个型号问题是还是一样的道理你的电池从何而来呀没有中国的技术没有中国的原材料你哪来的这个电池啊新能源的电池啊 这就是美国最大的一个问题美国的汽车制造业遇到这个问题欧洲人同样遇到这个问题可是欧洲人给的这个解法是什么呢 德国大量的投资奔驰宝马大众都来中国设厂拼命的来中国设厂而且还要在中国生产电池 这就是欧洲人的一个解法当然这不是法国人的解法德国人的解法是如此啊但是总而言之美国人怎么办 盐铁论盐铁论然后的话这个盐美国眼看着要失去了这就是美国人现金的一个困境谁提出这个问题了 谁提这个问题对美国提这个问题没有 可是中国呢中国手里的盐呢刚才跟大家讲了吗新能源呢对不对中国的汽车出口世界第一名啊对不对啊 这全都是中国手里的盐呢中国制造啊中国的工业能力啊中国的造船行业世界第一名啊这全都是中国手里的盐 你美国有吗美国没有啊盐可能美国不重要 那产业转移移到别的地方去啊美国不要不要可以没问题盐不要铁呢 那你就看中东嘛在看西亚嘛然后的话美元的霸权石油美元然后受到了直接的影响 沙特跟伊朗携手加入金砖组织金砖组织里边有俄罗斯产油大国有沙特阿联酋产油大国那石油美元怎么办呢 眼看着产油大国都站到了中国的身边然后到你美国怎么办呢 对不对这就是最核心的一个问题如果影响了美元的根基石油美元的话那美元的地位降低美元地位降低 美国的啊这个铁的能力也在降低啊 对不对这就是美国现在的一个困境这才是根本性问题 美国是还能掌握着这个金融行业还能够掌握住啊 美国最强最硬的超级硬的那个行业叫什么呢 叫啊媒体业嘛都得舆论的霸权嘛美国还能够掌握这个最硬的这个 但是除了这个还有什么呀 谁担心一下美国的未来对不对 谁担心一下这还不是美国的未来的问题 这是美国现在的一个问题啊 而且呢美国为了维持自己的石油美元在中东干件什么事啊 带着人啊去打游击队打野门的游击队也就是这个呀 你说美国怎么办啊伊朗沙特跟中国合作 中国都没出什么手对不对 中国都没什么大动作在中东 结果呢沙特伊朗加入军专组织 美国布林肯反复的往那去访问 反复的跟这个聊跟那个聊 弄到最后自己派兵啊 派着军舰派着飞机去打游击队了 结果呢都在远离美国 你说这怎么办呢 对于美国而言 美国的现在谁在担心啊 没担心 行盐铁论盐铁论啊 美国在盐在铁这块都出了问题 不关心也没问题 只要你拥有未来 哎那也未来也有希望 对不对 咱们不能把美国啊 一棍子全打翻了啊 盐铁这两块美国都不行 美国就完了 不这样去说 对不对 咱们就是说啊 这个未来美国拥有未来啊 那美国在未来肯定也有大发展 美国做大做强再转辉煌 未来是什么 高新科技行业啊 对不对 这就是啊 未来呀 然后的话 如果你占有了高新科技行业的一个啊 市场或者说占有了高新科技行业的一个资产权 全在全在自己的手上掌握着 那世界其他国家啊 排着队来你这投资 对不对 这就是很简单一个道理嘛 因为啊 为这个高科技行业啊 在你手里了 资产权在你手里了 跟你合作 这个产业在未来落了地 哎 也就能够发大财 对不对 然后落地了 因为它是高新科技行业嘛 大家都需要 然后的话啊 这个市场会越来越大 未来会大发展 那早早的给你投资 对不对 那那简直了 那为在未来肯定赚大钱 对不对啊 那美国有没有占据高新科技行业啊 讲过很多会嘛 新能源刚才跟大家讲过了 美国在这一区块怎么样呢 啊 AI领域 工业AI这一个区块 美国又如何呢 对不对啊 然后的话 谁工业能力强 谁的工业AI的能力就强 那这个世界上 包含美国和中国 你找一个比中国强的 一个工业能力强的一个国家 出来看一看 是谁呀 你找的出来吗 这就是现今的一个状态 美国在高新科技领域又如何 包含对不对 这个航空航天 这算是人类的希望吗 人类的未来 科幻 我们要冲出地球 走向宇宙吗 这个航空航天的这个行业 那美国呢 美国有的是什么 很多同学举手说了 美国有 对不对 马斯克 钢铁箱 全世界最硬的 斯佩斯 但是我想请问一下各位 如果你是投资人 你会把钱投给现在的 斯佩斯X吗 会吗 投给那个绑了一大堆的 那个发动机 往天上去打 帮掉地上 对不对 掉了还不止一回 掉两回 你会投给这个吗 绑了一大堆发动机 往天上扔啊 对不对啊 你会投资给他吗 你是投资人 你让你的钱就往地上打呀 这是其一 其二 天上啊 太空上的唯一一个太空站 是谁的 你包含 对不对 中国最近这个啊 全世界独一份的固体燃料的这个火箭 发射成功啊 对不对 你你把你有钱 你投给谁吗 这一个很简单的一个道理啊 未来美国也要失去了 对不对 为什么沙特人狗大而户 拿着钱投资中国的新能源行业 高河汽车 这是中国的新能源汽车里边的啊 这个价值比较高的 这样的一个啊 汽车公司 沙特把钱给啊 高河汽车来合资 对不对 我就入你的股 绿色轻能啊 沙特人拿钱给中国这些企业啊 我入你的股 为什么呀 如果美国占据了这些高科技行业 我跟各位讲 沙特人绝对不会找中国 他会抱着美国人的腿啊 美国人别离我走 我爱你 我是你美国的盟友 你骂我是啊 下等人 对不对 没有任何的问题 我对比你美国人确实下等 对不对 然后的话 但是啊 美国爸爸 你别离开我 为什么我要赚钱呢 对你打他 他不会走 那为什么沙特人带着钱来中国呀 原因就在这嘛 所以说呢 咱们对比完中美的一个状态来看 为什么这些 这些媒体 这些舆论 不去担心下美国 担心下美国的这个新能源行业 担心下美国的啊 这个航空航天的这个行业 担心下美国的工业能力 担心下美国的工业AI的一个能力 为什么没人去担心呢 都在说中国的经济到顶了 刚才一对比 大家就知道了吧 就拿这个高高新的科技行业来说 为什么沙特人带着钱来投资啊 为什么德国人啊 奔驰爆发大众排着队来中国投资啊 根源在哪 谁有未来 对不对 你的工业 大家一定知道 投资工业制造业 投资这些东西 一年两年 对赚不着钱 三年四年 没准还能够 没准能够持个平吗 五年六年 没准未来会赚钱 然后的话 这都是长时间建利益的 建效益的 结果呢 德国人来了 沙特人来了 为什么呢 人家是奔着打水漂来的吗 没人奔着打水漂来 都是奔着赚钱来的 而且投资的还是长时间得利的这样的一个行业 所以说谁看好 谁看好中国的未来 谁又看好美国的一个未来呀 所以说呢 这样一对比 大家也就明白了 为什么陆克文说 相信中国的经济已经到顶的人 中国经济已完的人 那就是个弱智 为什么 这就很简单的一个道理 稍微动动脑子都知道那些观点是有问题的 中美博弈 中国跟美国两个国家一对比 无论是对比现金的盐和铁 还是未来的高新科技行业 对不对 你只要一对比 你马上就得出那个结论 谁有未来 谁现在有有动力能够往上去发展 谁未来会更好 你一对比就出来了 可是呢 对 甚嚣的陈上 是各种神奇的一个舆论呢 那为什么会产生这种心理现象 为什么会产生啊 就这种甚嚣陈上的这种现象 因为它跟心理健康问题相关联 因为很多同学愿意相信这些东西 最后呢 跟大家聊一聊啊 为什么说今天聊的这期话题 跟心理状态的相关呢 因为大家愿意相信 最开始跟大家讲了嘛 然后他比如说大家就愿意相信一些神秘的 一些啊 这个不可言说的啊 一些特别啊 神奇的一些东西啊 然后的话啊 总而言之吧 啊 不管这个道理你讲的有多清楚啊 总而言之啊 这不是空穴来风啊 只要不是空穴来风 只要别人提了 必然事出有因 他也不管这个因到底是什么 他也想不明白这个因 但是就愿意去相信 你讲的愿明白 你没准背后啊 坑我 对不对 你没准背后坑我 因为那么多人说了啊 这个经济 中国的经济有问题 然后你把这个事讲的那么简单 嗯 没准你 你这是瞎掰 对不对 你你话书 你知道吗 你话书糊弄人 而且啊 你老五啊 说的今天这个新闻 陆克文 清华派 对不对 清华派说的所有的话 都是出自于清华 我跟大家讲过 没有清华派 对不对 只有啊 他的这个政策 是符合啊 自己认为对于这个自己这个国家好的这个政策 然后呢 我选择与中国或者选择与美国走近一点 没有清华派啊 但是总而言之吧 很多同学会这样去想 为什么这是一种心理状态呢 包含今天跟大家聊的经济啊 金融啊 他有很强的神秘学的一面 有很强的神秘学的一面 为什么呢 跟大家提一个现象啊 国内的这个聊电影的一些自媒体 经常也会提 跟大家提啊 这个这个资本 对不对 这个资本啊 这个资本啊 控制了我们的这个电影啊 资本投资了很多垃圾电影 天天在跟你聊这些 问题是啊 特别的可笑 你知道吗 为什么可笑 电影行业才值几个钱 尤其是国内的那点电影公司 他才值几个钱 他的市值才几个钱 他算个毛的资本呢 为什么啊 国内现在对于资本这两个字啊 那才叫真正的啊 甚嚣尘尚 也不知道他说的到底是谁 主人的就是资本 对不对 只要说到经济金融的 那肯定跟资本相关 跟钱只要相关的 那都跟资本相关了 这特别的神奇 为什么会出现这个现象 因为曾经啊 国内的有一个啊 自媒体流财经的 具体就是谁 大家自己去找就行了 然后的话 经常会做一些啊 相关于资本的啊 这样的一个视频 一个自媒体 比如说聊过啊 什么杨幂啊 蔡徐坤呢 对不对啊 杨幂如何反击资本啊 聊的那叫一个精彩 可是哈 为什么跟大家讲 这是一个神秘学 这没有什么可神秘的 你把它点通了就行了 杨幂 比如说国内的这些啊 这些大明星 然后的话啊 有了一定的知名度 想要啊 这个自立门户了 然后说 这有什么可神秘的呀 对不对 比如说你在某个行业啊 大公司啊 工作 你靠着自己的一个努力 你当了一个高层 对不对 然后的话啊 到了一定程度的时候 有一些啊 有些机会来了 你选择自立门户啊 跟你原来的老动家 哎 打这个对台 对不对 然后的话 这不就是一个很很简单的一个一个创业的故事吗 你在这个行业做了很多年 你成为了佼佼者 你想要自立门户了 与你的老动家 然后成为了竞争的对手 这不就是创业的故事吗 结果呢 哎 就放到这个娱乐圈里面 那就变成了什么呢 变成了对抗资本的一个故事 大家不觉得很可笑吗 可是呢 就这种舆论的传播特别的快 也传播特别的简单 那甚嚣尘尘尚 真的是甚嚣尘尘尚 哪怕一些啊 做电影的一些自媒体 天天跟你聊资本 聊资本 对不对 然后呢 资本拍烂电影 可是大家还爱听 没人去反驳 对不对 没人去说啊 这个这个 这个是假的 你就不要玩这个神秘学了 没人听 大家愿意相信这个 而且大家还自得其乐 比如说啊 为什么说这是一个相关于啊 这个心理健康的一个问题啊 比如说啊 前两天啊 跟大家聊了一期啊 F22被击落的这样的一个新闻 然后的话 有这样的一个消息 我就跟大家聊聊啊 这个可信度高不高 我认为有一定的可信度 结果呢 马上下边 假新闻假新闻 但是他也不给你提原因 忽然间发现 无论是繁体 还是一部分简体的一些网友啊 然后呢 对于啊 这个事实的真实性 大家特别的在乎 F22到底有没有被记录 大家特别的在乎 对啊 这是求真的一种精神 我感觉很欣慰 你知道吗 但是大家不觉得很神奇吗 无论是在简体 还是在繁体的这个世界当中啊 这个油盐 假新闻 那才叫真正多了去了 比如说 对不对 三峡大坝 年年崩 有没有那么多的人 出来质疑说这是假新闻 比如说繁体的这些 这些同学 有没有啊 看见这种新闻 你给你留个言 这是假新闻 有没有 对不对 有没有啊 自己说嘛 有没有 比如说还有一些假新闻啊 北京没有下水道啊 这个大陆的高铁没烤杯 对不对 然后的话 大陆人吃不起榨菜 大陆人最爱吃甜薯 有没有人排着队去说假新闻 有没有 对不对 大陆人都饿到吃绿化带了 这都简直了 这这种消息你没见过吗 有没有人啊 求真的精神 说假新闻 为什么啊 他们不愿意啊 说这些新闻是假新闻 三峡大坝要崩了 对不对 然后呢 大陆人吃甜薯 然后呢 北京没有下水道 为什么他们 他们不说这些事情是假新闻 因为他们愿意相信 而且他们 对不对 还自得其乐 哈哈一笑 对不对 这个啊 无伤大牙 总而言之啊 这个消息我觉得挺好玩的 可是为什么看见了F22被击落这种新闻 那就不行了 假新闻 为什么 因为这种新闻 如果变成真的了 那自己的那个心里面 那个世界 那个环境 他就要崩了吗 对不对 中美博弈大环境底下 中国的经济必然崩 为什么 因为美国啊 就是最强强 最硬硬 最棒棒的 你凭什么说 美国的经济不强强 你凭什么说 美国要玩玩 美国好弱弱 你凭什么说 美国弱弱 美国不强强 对不对 因为很多的人愿意相信这个 可是这个世界发生的事情 他就是往着不利于美国的那个方向去发展呢 因为美国没有做好自己 掩铁掩铁 这两项美国没做到 未来的高科技行业 也没有完全能够赢得了中国 这就是美国现在的一个困境呢 对不对 可是不能信 不愿意信 可是呢 啊 中国的经济已到顶 这个东西 大家愿意信 不就是归根结底 还是对于美国的那个幻想 对于美国的那个美好的愿望还在吗 可是呢 这个世界不会按照个人的那个想法去发展的 这个世界啊 到底往哪个方向去发展 它是往最真实那个方向去发展 你不努力 你没有把事情做好 你把事情啊 给搞得糟了 那你就承担那个代价 总而言之 大家看中国和美国未来的发展到底如何呢 是愿意相信心里边的那个美好的幻境呢 还是相信这些真实发生的这些事情呢 大家慢慢看 把今天这期啊 就聊到这了 感谢各位啊 感谢观看